有 就是那種女生她明明就是 看起來可能很乖 然後她可能就是說 來幹 你快幹死我 快幹死我 受訪大聊姓氏經驗 YouTuber小哥哥愛里作風爭議多 最近她找來燃毒的女來賓 和路人配對激戰 遭網紅馮雨婷怒轟觸發 並直言非常低劣缺德 就是網路亂源 小哥哥愛里則拍片狂酸反擊 對不起社會大眾 讓我這個只會拍新三社社會底層的YouTuber 整天只會拍一堆妹子來上我的頻道 讓這些宣布大 臉漂亮 身材好 腿又長的女生 讓她們來上我的頻道 敗壞社會風氣 教壞小朋友 對這個社會造成不良示範 對不起 但是我還是會繼續拍 不過這樣的行為看在律師眼裡 究竟有沒有觸法呢? 愛里本身為了衝高自己網路的流量 來獲取這些網路平台 來給予的高額報酬 因此呢 媒介了一個精神異常的吸毒女子 來跟一個陌生的男子 來做性交障的行為 那這種媒介色情 而且有盈利的狀況 已經觸犯了刑法231條第二項的規定 最高是可以處到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是一個相當重的處罰 那再者呢 愛里還把這些性交等等的畫面 來做一個拍攝 並且呢 意圖來供別人來做觀賞 那因為供人觀賞 衝高網路流量 還可以獲取高額的報酬 所以等同於是一個意圖盈利 然後呢 來做一個公然散佈猥褻物品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那也觸犯了刑法235條的散佈猥褻物品罪 也是屬於一個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這種呢 他人在現場 這個陌生的女子跟男子發生性行為 也屬於一種公然猥褻的狀況 而且呢 在現場呢 還做一個拍攝的動作 那公然猥褻又有拍攝 又有意圖來盈利 來衝高他的網路流量 這部分也涉及到了公然猥褻的盈利罪 那也涉及到刑法234條的規定 一樣是可以處到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拍影片吸眼球 不過分寸沒拿捏好 不但容易引起觀眾反彈 也可能會觸犯法律